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26日 昨天看到很多网上有关川普的消息 有的时候川普准备成立一个新党叫爱国者党 也有的时候呢,川普准备进行下一次的美国大选 那么为了这个澄清外边的一些议论呢 特别是一些互相矛盾的传闻 那么川普呢,首次现在是正中歧视的回应 他成立了一个办公室 今天海外的万维网转发了《世界日报》的一篇文章 提摩斯·川普在佛州,佛瑞里达州成立了前总统办公室 发出了第一号声明,这个很好 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消息 给大家看了这声明的英文 英文文本啊,这个是最准确的 那么这个消息讲到什么呢? 讲到川普啊 这个消息由国会山报道 国会山报报道 前美国总统川普25号 在佛州啊,成立了一个前总统办公室 作为川普未来公开露面和发表声明的平台 也就在佛州的棕榈潭啊 那么据报道呢 这个棕榈办公室称啊 这个办公室只能是什么呢? 就管理川普的信件 在来来往往有很多信 你毕竟是总统嘛 公开声明 因为什么刚才讲到了 自从川普离开白宫协认之后啊 外部发布的关于这个川普的消息 真真假假 各种消息都有 可能有一些消息属于搅混水的 这个混淆私听的 或者故意挑拨这个共和党内斗的 这个或者是试探性的啊 也有忽悠这些海外不懂英文的 华为华人这个媒体的等等啊 所以他很有必要 他是还负责什么呢 安排川普公开露面和官方活动 他回去以后也不能随便就见面了 对不对 毕竟是当过前总统 而且你看那个 这个伊朗那个胡密尼 还发出一个警告 要干他 他也害怕 怎么不怕 现在都有无人机高科技手段 所以他露面也安排 还有警卫等等 西文长还说呢 川普总统一直 而且永远是美国人民的捍卫者 报道说这个办公室的成位 或许引起外界有关 川普可能不会在2024年 再次竞选总统的猜测 但和他的顾问们 但他的顾问们啊 对这个事不评论 那就说明川普没决定到底 进不竞选 因为什么他还现在要弹劾呢 如果弹劾成功了 他是美国历史上 唯一的第二次弹劾 而且获得被弹劾以后 获得这个弹劾成的 这样一个总统啊 那就没有资格在竞选公务员了 就彻底的去做生意了啊 所以说他现在不好回答吗 这是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还刊登了一张 川普的这个照片 你看这很潇洒啊 美国的老百姓 现在有很多人还是比较怀念 川普啊 那么与此同时呢 拜登也来了消息 拜登一直对这个川普 就是弹劾这事 他没表态啊 你看他也开始表态了 那么他怎么说呢 这个 拜登啊 说是美国这个众议员啊 正式提交前总统川普 弹劾案给参议员 因为众议员已经通过了嘛 给参议员的事件 是2月8号开始啊 在川普 又面临里面前的一条大船啊 一条大河 虽然共和党 对师父 他和川普态度 耐人学位 但总统拜登坦言 要拿到所需要的17张 倒壳票可能不够 因为参议员里面是 共和党战斗输了 毕竟是党是他们一家人 对不对 但是上一次也有10个人倒壳了 就10个人倒过去啊 和民主党一起 就站在一排 弹劾他 那么这个拜登心里有数 但是拜登这个人 也看来也是不是山茶的 哎呀我都没话讲啊 这个人很将啊 那怎么将 你看他接受西安专访是说 虽然贪河会影响到 他的立法 实陈和内阁 提名进度 因为你要立 他要立法 有很多条款 有通过 参议两院 审议才能通过 还有大提拔 他自己的那些半点 以前帮他忙的啊 忙后当总统那些 哥们弟兄 都得给个官职 这个事 你提完名 也得参总两面通过 这是美国的政治 这个议会政治 美国这个政治程序啊 这肯定浪费时间 因为贪河当务时间 但是他说 我认为 发起贪河是必要自取 否则 延伸的情况 只会更早 你看他格局也不 也不大 他上了以后 第一天就公布了 十几个行政令 这行政令 什么行政令 就对着干 就赌气治国 和西平一样 西平就赌气治国了 和李克强赌 你不是这个 克强经济学 共军团队 你瞧不起我 我就 派刘鹤去谈 贸易谈判 虽然刘鹤 就很笨的 也不懂这个 外经外貌 没有经验 纪别又低 你想你副总理 去见任总统 那不开玩笑吗 要怎么中美贸易战 打到最后 搞得这个 稀里哗啦 原因 可这很多 是其中一项 但习近平 就想 烂就烂 打坏了 我也不用你 就给你赌一把 赌气治国 在香港也是 赌气外交 你不是说 一国两制不能破坏 我就给你破坏了 我什么也不要了 我给他 发个国安说 再能够抓人就行 现在开始赌台湾牌 台湾的事 过的时候我家家 和郭文贵的事 结合去谈 那么 就格局小 就是 是拜登和习近平 两个人 共同特点 所以为什么 他们两人 处得比较好 以前 曾经是八次见面 有一次见面 两个人喝酒聊天 谈了二十来个小时 情图一合 就拜登把儿子都带 都介绍给习近平 习近平介绍叶简林 和他俩勾立 做生意 让这个电邮门 给披露出来了 对吧 这个已经正式了 不是说 郭文贵讲的问题了 是贼东升旁证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拜登 上来以后就赌气 倒着来 你想你刚刚上第一天 哪了解美国一些情况 你毕竟四年已经不 已经是 最起码四年 你没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对吧 有个熟悉过程 他不上来以后就切 怎么切 到了来就行了 这个川普江东 他就西南 就北 就开干了 把我们加拿大的省 都叫慌了 加拿大不有一个 输油管道省 大省 阿尔伯塔省 还有沙省 阿尔伯塔省的省长 这曾经接见过我 咱们和我俩见面 2009年 我来加拿大省 他是这个当时是移民部部长 吉尼森 康尼 现在是安 现在是这个省的省长 那么我讲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拜登 你看他这样演的 明明知道十七票倒戈 才能弹劾成功 而且弹劾还有个主体的问题 他不是总统 弹劾他干嘛 他就为了赌气 我弹不成 我也得弹 你看看很有意思 这些 但他觉得 弹劾通过的几率不高 因为不太可能 有十七名共和党人倒戈 我弹不成 我得赌一把气 我得把这个气处了 所以这个老小孩 老小孩 有的时候东北 讲的老年人 说讲小孩 赌啊 这个现在 就和他妈妈赌气 习近平现在做的事 不就是僵严的行为 二愣的行为 那么这篇文章讲说 民主党在先前的 乔治亚州 补选送连下两城 在参议院与共和党 打成平局了 就是五十席平手了 在参议院现在 共和党和民主党 现在平手了 那么如果表决 在表决的情况下 达成平局怎么办 这时候就看贺锦丽了 接任议长的 史总统贺锦丽 可能会投下 关键的决定票 代表民主党 能实质掌控着参议院 不过 他和院 有三分之二的议员 同意 至少有十七名 共和党人 跑票才能通过 这是这个消息 就可以看上 拜登 和这个 习近平两个人 关系 再看他和这个 川普的关系 由于现在呢 这个川普卸任了 这个 又由于这个 他和这个事 造成什么 现在共和党内 矛盾重重 内斗陷入 浮上了水面 估计川普 现在没有宣布 他成立一个新的党 叫什么爱国党 可能和这有关 因为你先 如果你现在宣布 先成立这个党了 那不就等于 帮助自己 被弹劾吗 那些党员 你看你 盘变了 感觉我们都 他和你算了 永远不让你上来 对不对 他也挺紧的 所以川普没有 这个 没有公开讲 我要成立新党 那么 但是现在有着议论 议论是为了挑拨 为了叫挖坑 让老川掉进来 就像习近平 现在身边 很多政策 谁都是挖坑 往里跳 他啥啥的 像台湾 香港的时候 他就跳进去了 完蛋了 这个事待会儿讲 那我说 现在是内斗 共和党怎么斗 是前副总统 这个切尼的女儿 她是个议员 她说 怀俄明州 共和党 及联邦众员 叫 历祠切尼 支持他和川普 他当时十个人 不是同意倒戈 没有他一个人 结果呢 他现在面临的 同聊的清算 人都对他有意见 说他是叛徒 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党的 说向来力挺川普的 共和党籍 佛州联邦参与员 叫盖茨 他宣布 28号将在 怀州 叫夏业市 举办 发动 罢免 切尼的大型活动 他们俩 逗起来了 有意思 民主国家就这样 包括台湾也是 天天选举 天天斗 共产 就是天天内斗 他们是外斗 放到台面斗 说川普协认以后呢 共和党逐渐的内斗 附上台面了 身为 众议院共和党 第三号人物的 切尼 本月初 稍早投票 支持 弹劾 川普的案 引来部分共和党 议员的抨击 除了切尼之外 另外呢 九名共和党籍的 众议员 也投票 支持 弹劾 川普 众议院 13号 以232票 对197票 通过 那么盖茨 这个周末 期间在推特 发文指出呢 出面挑战 切尼绝对不是 窥死他的 这个共和党 这个参与 共和党 这个党团的 领导地位 而是什么呢 而是他显示 他这个 这个比较公正 他这个意思 他在推特中写到 我不是想要他的位置 我绝对没有争取 共和党团 领导地位 我只想知道 怀恶明州 应该选择更好的人 他认为他的人品不好 这个意思 这个川普的小儿子 唐纳德 小唐纳德 回应盖茨 推文写道 我没办法 亲自到场 可以跟你 就是谈一谈 打个电话 可以吗 这是福克斯新闻 发表的消息 目前有超过六位 共和党籍 联邦众议员 支持撤销 切尼的党团领导地位 他们内部 就不动起来了 有意思 纵约少数党领导 麦卡锡 周末期间 接受福克斯新闻王 说 对切尼给予支持 但我也担心 他说 虽然切尼身为党内 第三号人物 但他支持 弹劾之前 事先从来没有 跟我讲一声 这说明他们自己 为这个事 打起来了 对不对 你想 麦卡 麦卡 康尼布斯也是 也是 倒戈了 也准备战争 贪河 川普 这篇文章是世界日报 发表的 今天我看了三篇文章 这三篇文章 都来自于海外的 万倍网 那么今天的 第一个 海外旗探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